欢迎收听早报播客 台湾海峡上空的气氛正陷入高度紧张 美国中医院议长盛船 星期二晚上就会从马来西亚飞抵台北 那将会是25年来 第一次有如此高层级的美国政要到访台湾 中国大陆军方严正以待 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星期一发布视频 强调听令而战 埋葬一切来犯之敌 美国军方也已经派出航空母舰 为佩洛西保驾护航 82岁的佩洛西到底会不会到台湾去 他的到访会给中美关系给两岸和平带来什么 纵观天下 监测中国心跳 早报播客东谈西论 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 荣誉教授赵春山上我们的播客 我们在做这个播客录音的时候 美国中医院议长佩洛西 他已经完成了对新加坡的访问 下一站就要到马来西亚去了 而且已经在盛传 佩洛西据说是他星期日晚上10点20分就会抵达台北 然后在星期三去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 以及拜会台湾的立法院 这些消息都喧嚣尘上 不过在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第一个问题还是要请教赵春山教授 你认为佩洛西他最后真的会到台湾去吗 而且他到台湾会给中美关系造成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应该由佩洛西自己来解答的 那么我们的关注就是他不管他来 或者不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个人是一直认为了 那么从他最早是今年4月 他当时就已经计划要来台湾 亚洲之行要经过台湾这一战 那么当时因为他新冠肺炎的确诊 就暂时临时取消了 这临时取消了并不表示他不会再来 那么一直到现在将近有三个多月 将近有四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段时间我相信 那么中美双方面应该对这个问题 都做了一些超前的部署 双方面应该对他的来或者不来的 所引起的这个冲击 应该有一个所谓的预防性的外交 这样的一个作业 很明显我们也看得出来 今年的6月这段期间 那么中美之间可以说相当不寻常的 连续的举行的几场高层的对话 包括像美国的国务卿 布林肯跟大陆方面的外交部长王毅 还有像这个苏利文跟大陆这个杨洁篪 像国王部长跟美国的奥斯林 甚至于财政部长美国的叶伦 跟大陆的这个刘鹤 都有高层的这个对话 那么让最高潮的就是拜登跟习近平 在28号的长达两个钟头又17分钟的这个对话 那这样整个这个外交的来往活动的互动的过程当中 你说不谈这贝洛西访台这种可能性 我不会相信 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贝洛西来访会造成什么影响 甚至于会不会来这个问题 我想应该拜登跟习近平双方们 应该都有某种程度的这个understanding 一个理解了 换言之了 对于这个分歧的这个控管 我想双方面应该都有一些默契 何况从六月份开始两边的高层对话 一直到拜习会或者习拜会 他们最大的一个共识 就是希望透过彼此的沟通 彼此的这个互动来控管分歧 不要让这个分歧一发不可收拾 演变成双方面的一个冲突 甚至于这个军事的一个冲突 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双方面的共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贝洛西访台这个事件没有处理好 那就代表了 那么双方过去这段期间 想要透过沟通来处理分歧 这个理想根本就是个空谈 那么那只有备战一条道路了 我想这不是中美目前想要做的 换言之不管是拜登也好 习近平也好 我想在目前这个状况之下 都不希望是中美之间发生一个军事冲突 尤其在拜登方面 因为几次的对话 都是美国方面主动的要求 尤其就是拜登跟习近平的对话 据说也是在拜登方面要求 贝洛西这件事情是从美国引起 那么你要求跟大陆方面来进行这个对话 那么你必须要拿出一些方案来处理 大陆最关心的 就贝洛西来访台这个问题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应该做好一个危机处理 或是分级控管的工作了 那么也就会使得这次 你不管贝洛西能不能够在台湾来访问 它的冲击都会减少到最低 不至于演变成了双方的一场战争 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 其实你刚刚说到也提醒我们 就是在五月跟六月七月的时候 中美的双方的对话是特别频繁的 那个李作成的跟那个参谋统长 那些会议主席都见过面 是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李作成 他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进行了视频通话 非常频繁的接触 这是不是你觉得就是中美刚好 利用这一次佩洛西想要访台的这个契机 实践了一次他们管控危机的这个方法呢 而且其实也是对于中美互信的一次的检验 一次的压力测试 当然当然因为突发这个事件 可以是提供一个case study 一个个案研究的对象 也就是佩洛西这个事件就是考验 就检验了双方面的这个进行外交沟通 能够解决冲突的这个期待 是不是能够付出的实现 当然了大家都不希望发生了 可是它是发生的 这么一个事件 从好的方面来讲 它实际上就是像您刚才所说的 就提供了一个检验的机会 如果它检验的是成功的 那么将来一旦发生什么同样类似的事件的时候 那么它有一个过程 一个format 它有一个形式可以双方来遵循 那如果失败的话 那显示出来 那么理想跟现实上面有很大的差距 我觉得这样的话 对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 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发展 因为你透过这么长的几个月的时间 来沟通 结果是失败的 超过双方们任何一方的预期 我觉得这点对中美关系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出来 它的结果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并不是一方所得 代表他方所失 你全部都拿去 它不是这个样子 它一定是这个有得有失的 那如何在这个德势之间 做出一个平衡 我觉得这是一个bargain 这是一个讨价还价 这就是外交的这个艺术 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中美将来如果还要继续 透过外交的途径 来这个处理危机的话 他们就要把这次佩洛西 防在这个事件 要处理得好 否则的话 令我们对将来中美之间的 这个发展 我们就会感到悲观 赵老师您刚刚说到 这次有可能是中美的一次 外交上一个交易 一个dual 不是零和游戏 其实就是做生意 我赚一点 你赚一点 对 我刚刚特别强调 如果佩洛西他来了话 当然对于这个习近平 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二十大之前 那么大陆会认为 这个核心问题 台湾问题是它的核心利益问题 都没有处理好 那么当然对习近平是不利的 那这个时候 那么拜登他就需要 某种方面要做重大的补偿 就算要补偿什么呢 我想这次 这方面将来未来 这个交易里面 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我说他如果来的话 那他如果不来的话 那么对于拜登来讲 他会在美国会认为说 是在中共亚力下低头 那么这个时候 习近平就要给拜登什么东西 就倒过来习近平欠他一个人情 所以这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give and take 一个给跟取之间的一个艺术了 所以这就是外交谈判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我相信 这两个大国 在这方面呢 应该建立某种的这个典范 某种的模式了 那否则的话 那只有战争 才能解决问题的话 我想对全世界 我看都是一个不利的影响 基本上我想中美之间 目前这个状况 他们也不希望关系 演变成最后只有打仗 这条道路 两个核子大国 要发生战争 它的后果是不可思议的 那你既然都不希望打仗的话 那你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 处理这个 引起争议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 您刚才所说的 一点都不错 这对这个中美的领导人来讲 这很大的考验 我们谈到了中美 那么对台湾来说 他去或者不去 对台湾的得失会是什么 我想台湾是非常无辜的 那么就等于一盘棋 现在中美两个在博弈 在下盘棋 台湾只能是观其不与真君子 只能当个不讲话的 台湾没有执着的一地 没有讲话的一地 很多人讲台湾方面 是不是透过游说 让他来 有人觉得说 民进党其实在背后游说 佩洛西访问台湾 这样就可以帮助到 民进党自己年底的选情 帮助民进党打赢 今年年底的台湾地方选举 台湾没有这个能力 要美国第二号继承人 等于是顺位 这么重要的人 我不认为台湾有这种能力 他想来台湾也没有办法 他不想来台湾也没有办法 而且如果他来的话 台湾也除了表示欢迎之外 那么大陆方面 当然很介意这个事情 介意台湾的欢迎 那我先问一下 他长期支持台湾 他又即将退休 这个国会的议长 你说台湾说 我不欢迎的人来 你最好不要来 那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不符合这个场地 中国他必须要了解 这个国际社会里面 有很多这个规则 对不对 你说他要来 我们能够欢迎吗 那重要一点是 台湾方面没有对这个问题 来大肆炒作 你看了这个蔡英文政府 过去很多人讲 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来玩这个所谓的这个 抗中保台 来争取选票等等 但是这次 你可以注意到 民进党政府 蔡英文 他对这件事情 是非常省省的 到现在为止 政府方面非常低调的 当然有一些比较 清律的媒体 在这样说 他也说什么 台湾这个民主的社会 他很高兴说什么 但最重要一点是 政府方面 他对这件事情 是非常谨慎的 那么当然了 你来跟不来 大陆方面 都拿台湾当这个触记筒 演习也在台湾附近 很多人讲 伴飞你要经过 台湾的这个领空 那你要台湾 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所以不管怎么样 对台湾来讲 都是一个 我们讲一个 hard potato 烫手山鱼 是 一个烫手山鱼 所以我觉得台湾 目前的处境 只有说少说话 那么就静待 这个事情的发展 来了 你也不要太高兴 也不要得意忘心 而认为就是 外交重大突破了 也不必这个样子 因为他实际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我特别讲的 他也即将退休了 是不是 而且在美国 重要的政策 还是要白宫 还是要国会来决定 不是你国会说了算 还是行政部 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做决策的总统 所以你也不要太高兴 来了 他不来的话 不来就不来 不来也就是 对台湾来也许松了一口气 是不是 但是你也不能说 你也不能说 我松了一口气 你也不能说出来 你也不能说出来 说你不要来了 是不是 你也不能讲这话 所以台湾的外交处境 基本上一向都如此 尤其在中美 台这三边关系里面 台湾常常就是 东美之间的这个角力 博弈底下的一个牺牲 如果你处理不好 就变成一个牺牲 当然最好的一个状况 是你两面都逃好 左右逢源 那么我想在过去 马英九政府执政 那八年 那么马政府 他跟美国的关系 做得很好 那么他跟这个 大陆关系也做得很好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台湾呢 他就比较容易 处理这样的问题 你像新加坡 你了解吗 我们2015年 我们在新加坡开这个 2015年 喜马会 喜马会 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现在的情况是 中美关系是 最不好的时候 那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呢 那美国他就会 想要往台湾排 那就变成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最好的时候 那中美关系不好 那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好 而两岸关系 又是最不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 台湾就要特别小心 因为他是处在一个 最不利的一个状况之下 因为台湾现在跟 大陆方面 你没有沟通的管道 你上次这个金锐旗 25年前 1997年 当时两岸是有密室 当时李登辉 那个时候跟大陆方面 江志明说 他是有密室 是有很多来往的管道 可是现在完全没有 大家都在那里 做一些拆机 做一些这个推演 很容易产生误判 所以台湾 这是要特别小心 台湾现在是等于处在 一个最不利的一个局面 所以类似像 黑洛西丢出这样一个 上手山鱼的时候 台湾 这个时候你要如何来接 你不想接也不行 因为它最后发生在台湾 它来是要来台湾 那你如何来接呢 你就要小心的谨慎 我刚才讲了 也不要太兴奋 也不要来借题操作 这个对台湾都非常不利的 我想大陆现在 主要看的是什么呢 是看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的反应 因为我记得当年在95年 这个李登辉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去访问的时候 那么大陆方面其实关注的问题 不仅仅是这个李登辉去的美国访问 因为这件事情中美时间其实多了解 但是没想到李登辉后来在康奈尔发表的演讲 那么令大陆方面受不了了 但是有关访问这件事情 大陆是有数的 那大陆非常在乎什么呢 当时反对什么呢 其实不是因为这个李登辉的访美 而是怕这个访美会造成一个骨牌效应 很多大陆的智库啊 他们所提到的都是 不是光是这个李登辉访问美国事件 而是当时的年代到欧洲去访问 是借这个机会啊 你在欧洲拓展你的对欧关系 所以很多事情它有这个年代的关系 所以中国我的了解今天是 你会不会因为 佩洛西来访问以后啊 造成的骨牌效应 让很多国家 甚至像日本其他国家 会跟着美国这个脚步啊 就来 大陆是怕这样的 所以这个问题上面 后续后面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一直强调 佩洛西是个个案 它不会是个通案 而且这个个案是 在目前的状况之下 才会造成这个结果 那当时金瑞奇来访问的时候 并没有造成这样的结果 25年前 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搞得这么紧张 我刚才讲了 这是因为整个背景 时空环境不一样了 中美关系不一样了 台美关系不一样了 两岸关系不一样 才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 如果你的整个客观环境有变化 比如说我假计 未来如果中美关系改善 或者是两岸关系 在未来发生一个比较好的状况 也改善了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案子 它就不会变成一个通案 就不会变成一个通力了 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这个问题 后续的处理 它的follow up是很重要的 这个案子可以引起 这样大的关注 几乎是好像大家觉得 第四次台海危机都要发生 实际上它真正反应就是 中美关系现在很紧张 两岸关系很脆弱 在这种背景底下 这个事情才会变成这么大 是 裴洛西这次来访问台湾这件事情 她可能去也可能不去 但是不管去不去 我们都预计这个事情会过去 可是中美关系跟中美围绕 台湾的一个角力 或者说争吵 看起来是不会过去 过去几年里面 中美围绕台湾的这个争执 就越来越尖锐 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个问题 这次裴洛西的来访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教训 或者是另外一个很好的经验 就是让中美双方们 彼此了解台湾问题 它的敏感性 大陆方面是非常认真的 来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也让大陆方面了解 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 美国是个多元社会 它不是只有考虑到一方面的 它除了总统之外 你比如说国会 像舆论 还有其他方面 它随时可能会制造一个中共 它认为是个麻烦的 可是在美国这个民主社会里面 这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让两方面 多了解到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 你不是光是自己的主观愿望的问题 比如说大陆方面认为说 美国你这个拜登说了就算 是不是 你说了就算了 你要管住你的众议院院长 这弹劾容易 在民主国家里面不可能这样 你管谁 是不是 所以这个大陆 因为它本身这个整个发展 这个道路走的模式不一样 所以大陆从这件事情 它也必须要了解 美国社会为什么对这件事情 这么样关心 大陆方面要反思这个问题 美国为什么这么要关心台湾 到底何在 在大陆来讲 这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那美国为什么这个关心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因素的 美国认为一个民主国家 不应该有这样的对待 在美国很多社会是这样 美国一般老百姓 它是这种想法的 那么台湾很多的问题 因为有台湾老百姓 他们自己去决定 不是你外面强调 这是美国一个社会 里面一个想法 很根本的一个价值观 对 美国它也认为这种事情 三权分制 不是我说了就算了 还有 你从这件事情 为什么美国这么关心 因为台湾这个问题 它跟乌克兰情况不一样 那乌克兰是离美国非常遥远 台湾它涉及到 美国地缘政治这个利益 这个位置 这跟乌克兰是不一样的 所以美国对台湾的关心 它除了我刚刚讲的一个民主 一个社会等等 这种价值以外 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 它的利益 美国地缘这个利益 所以很多人讲 会不会一旦台湾有事 美国会不会出兵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不是 光是美国自己的考量 你看最近的日本 日本对这个问题 美国也要考虑到 多边其他国家 你看安倍他讲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安保有事 某种程度上 日本是比美国还要关心台湾 所以在中国来讲 台湾问题 当然是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 这毫无疑问 可是在这么多年来了 台湾你两岸分治了这么久 大概1949年 这几十年过去了 台湾这个问题 某种程度上 它已经慢慢国际化了 大陆很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但事实是如此 所以台湾的问题 已经不是说 我的内政问题 我就来解决 你必须要做好 跟美国的关系 当年邓小平就讲得很清楚 毛泽东他们都了解 你要解决台湾问题 你要做好对美国的工作 台湾问题 讲白了 它不是光是两岸的问题 它是中美关系问题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何况当你大陆方面 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 当你大陆方面 因为不接受九二共识 那么把跟两岸的 所有的门都关起来 在两岸完全关门的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 美国的角色更加的突出了 那台湾这个时候 不跟着美国 那你叫他有什么 其他的选择 那台湾当然希望 我们跟大陆方面 很多事情 我们自己的问题 那么自己谈 当我们两个都 没有办法谈的时候 那当然外地自然就介入 所以中国一直讲 不能让外力介入 可是当你两岸不谈的时候 就两种可能 一种你就单边解决 中国在我就解决 我就不管你外力 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 外力一定介入 这一定的 是不是 我是希望两岸 我这件事情 让我一种感觉 中美之间都有一个 管控分歧 处理危机的 一个机制存在 我觉得两岸更应该有 不要因为一个 九二共识四个字 把一些两岸之间 很多能够处理的问题 都把它丢到旁边 其实有关九二共识 这个分歧的问题 双方也可以坐下来谈 但是北京就是 你不接受 我就不跟你谈 然后台湾就是 我不能接受 是吧 你跟人来谈 就是你为什么不接受 九二共识很好 你为什么不接受 讲一讲 你把你的道理讲出来 那现在是 根本没有这个过程 根本没有这个问题 你不接受 就不要谈了 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 对 那你就不要谈了 连对这个问题 产生这个疑问的权利 都没有 那对国民党来讲 对我来讲 没有疑问 我是这个九二共识 可是台湾有很多人 尤其现在执政人 他的看法跟我不一样 问题在这里 那台湾是个民主的社会 不能说我看法 我说了就算了 不是这个样子 你还考虑到台湾 还有其他不同意见的人 那最近我这两天 我又注意到习近平讲的也很好 他要统战 最重要的要争取人心 我觉得他讲的很对 你要争取人心 你争取人心 你要争取大部分的人心 你不是争取小部分的人心 或者争取已经认同我的 那些人的人心 你就是要争取 不认同我的人心吗 才要争取吗 你讲的真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们俩都已经心灵 契合了 我争取你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要争取那些跟你不一样 所以这个习近平要画一句 要把我们双方面 这个不同的意见 我们要想办法来 把它解决化解 这才对嘛 结果你说 你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意见就别提了 我们就别谈了 这个跟习近平的想法 我看是不太一样吧 确实 如果连中美都可以讨论 怎么解决分歧 中美都能做到 两岸怎么做不到 那也是让人非常伤心的事情 然后你打仗是在中国人的土地上面打仗 这个不是给外人一个笑话吗 对不对 你中国跟美国不好 结果打仗是在中国人居住的土地上来打仗 这什么道理呢 我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变成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已经崛起了 有时在许多想法上面 要更加的宏观 我觉得中共的领导阶层 包括习近平他们 我觉得他们 应该会有这样一个比较宏观的想法 台湾方面也要做一些努力 当然当然 我们跟大陆真的 应该是竞争的是什么 竞争的是我们有不同的发展 我们发展的比较好 那我们有不同的制度 我们的制度比较好 比较老百姓比较喜欢 这是一种良性的竞争 这个良性竞争不是用武力来解决的 所以我想习近平他们最近还是强调和平发展 融合和平统一 那么要交流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对的 但是政策是对的 但落实的时候 你这个对策有时候跟你的政策 有时候常常不一致 让我感觉是这样子 那么台海问题五年到十年的走势呢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变数 你现在很难讲 那几个变数 因为很多不是 因为中共习近平讲 他要牢牢抓住两岸关系的主导权跟主动权 但是问题是 两岸关系的主动权是主导权 没有错 掌握在大陆手上 可是有其他的变数 你比如说中美关系 所以美国今年中期选举 然后2024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美国政治板块会怎么样移动 这个是你大陆方面没有办法控制的 另外台湾的内政 说老实话台湾的选举 你大陆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你台湾的选举 你大陆越介入 他的结果效果越完蛋越糟糕 越抗中保台 所以这两个因素你没有办法掌握的 当然这个习近平他跟台湾跟这个美国比较 那习的他这个比较稳定 今年20大应该是会很顺利的连任 所以他会比较稳定 可是你另外两个地方 那个影响两岸关系 是有三个环境因素 一个美国 一个台湾 还有一个大陆 大陆这个因素比较稳定 相对的 也不是完全的 相对比较稳定 可是美国跟台湾这个变数就很大了 你换一个政府 换一个政权 它的做法也就不太一样了 台湾2008年 是不是 这个马英九上台以后 过去这个2008到2016 就打得很不同了 那未来蔡英文卸任以后 民进党即使在执政 我想也会跟蔡英也会不同 所以这个都变数很多 那拜登是不是能够连任 没人知道 是不是 这变数太多了 那赵老师你觉得说 你刚刚说变数很大 但是一种说什么 2027年会有一战 有些人认为说 可能不会 你觉得是哪一个可能 2024年 美国跟台湾的这两个 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 那就应当别论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气氛 氛围 这个持续下去的话 到2027年的时候 我认为 这个时候台湾问题 对习近平来讲 他必须要有点沉寂 他不可能让两岸这个现状 一直维持到2027年 是不可能的 因为2027年 那个时候中共 他就有比较大的能力 来跟美国 一旦发生军事对抗的时候 我想是战术性的 不是战略性的 那个时候中共就比较有力量 来这样做 因为2027年的时候 这个中共 他也完成他的所谓 这个建军100年 所以他整个这个力量 我想跟美国 某些方面 他会超过美国的 所以2027年 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但是按照中共 他的设计 他不是2027年的同意 他这两个100年 一到2049年 所以那还有变成 我的看法应该到2035年 今年2022再过10年 他做两个人的话 到3235年 这比较乐观的 就是到那个时候 到2035年 可能不必要等到2049了 在10年内 应该两岸关系 会有一个结构性的改变 我个人是认为这样 那当然最悲观的 最不愿见的就是2027年 22年 今年他连任了 2027年 正好是21大 那21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两岸关系 如果维持现在 这种非常恶劣 非常不好了 那么中美关系 也继续这样对抗下去的话 那我觉得 这个2027年 可能就会比较快 来解决 就是非和平的方式 谢谢赵老师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 也跟各位听众朋友 读者 两个早报读者 跟大家问候一下 祝大家健康 尤其现在疫情当下 大家平安 健康 谢谢各位 这一期的东台西论 由我 韩永宏和 黄紫琛 制作 助导 王文艺 剪辑 梁天赐 东台西论 每逢星期二更新 新报业媒体 联合早报 制作的播客 可在早报.sg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欢迎你 点赞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